众所周知,怀孕生育会给女性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压力,而来自台湾的女演员白佳琪的年龄也不算小了,在怀第四胎时她就承受了不小的痛苦。 作为事业型女强人,白佳琪在孕期也坚持拍戏,甚至在片场类到公缩,生产的过程也不如前几胎顺利,痛了一天一夜才成功生下四胎女儿,非常煎熬。 出于种种原因,白佳琪在生完第四胎后就宣布封度,如今老公吴东燕更是直接结扎,看来夫妻俩是铁了心不想继续生了。 在手术当天,白佳琪发文称自己正陪同丈夫吴东燕在医院做结扎,引发网友热议。 据悉,白佳琪在社交账号上感性发文,以前都是你陪我去生宝宝,今天换我来陪你保蝴蝶结。 文莫还戴上了结扎手术一切顺利的词条,希望老公吴东燕的结扎手术能够顺利。 同时,白佳琪还晒出了夫妻俩在医院的自拍照,吴东燕穿着浅绿色的手术服,似乎是即将进入手术室。 不过夫妻俩对这个小手术并不太担心,看上去心情很不错。 其实早在今年5月份,白佳琪产后复出参加节目时就透露老公要做结扎手术。 白佳琪原本是节目医学大联盟的固定主持人,但因为怀孕生育,她不得不在家中休养,由钟心灵暂时代替她主持。 产后首次复出时,代替主持人钟心灵表示希望白佳琪生第5胎,她愿意继续代替。 白佳琪听后连忙反驳,吴东燕已经饱了,不会生第5胎了啦。 当时白佳琪就表示老公吴东燕要结扎,直到4个月后才真正落实。 对于已经生下4胎并放化药丰度的白佳琪来说,吴东燕结扎也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做法。 白佳琪今年37岁,她曾在2005年嫁给了比自己大15岁的富商,并育有两个女儿。 不过这段婚姻没能继续走下去,2009年她与前夫协议离婚。 离婚后的白佳琪进入娱乐圈发展,结识了比自己小5岁的男演员吴东燕,两人相恋两年后,于2018年正式宣布结婚。 当时白佳琪已经怀孕三个月了,与吴东燕育有一子的白佳琪 在2020年8月份又宣布怀孕,并于今年3月份诞下女儿。 如今算来,白佳琪已经育有四胎。 白佳琪2009年在夜市人生演出丁佩琪一脚打开知名度, 2018年和交往两年多的男星吴东燕结婚, 同时宣布已怀孕三个月,育有一子。 2020年8月8日,白佳琪于社交媒体宣布四度有了小孩。 同年9月26日,白佳琪在金钟奖红毯穿着红色礼服,并宣布怀孕女宝宝,2021年3月7日生下第三个女儿。 看得出两人的婚后生活十分甜蜜,让粉丝非常羡慕。 日前白佳琪结束与老公吴东燕的蜜月美国行后,晒出一段影片,内容满是佳肴与美食。 白佳琪更写下这个影片经纪人不能看,因为看了可能会高血压。 怎知最后一张照片,白佳琪身穿米色连身毛衣裙,手捧着自己大大的肚子, 看起来像是游喜了一般,不禁让人误会两人到了美国之后是否再度造人,将近生五宝妈了。 不过白佳琪也在文章中澄清,所有事情都像变胖一样容易,真的没有怀地五胎,只是满满的体脂肪罢了。 前些日子夫妻俩出席凤凰艺能20周年记者会,只见白佳琪体态恢复迅速,影片中的大肚男已经消失。 两人在记者会中提及这次的蜜月之旅,表示这次旅游感情增温不少,被问到是否有医院拼个第五胎。 白佳琪透露,吴东燕已经结扎一年多了,一旁的吴东燕则打趣说如果能突破重围我也是佩服,绑了才敢去美国的。 白佳琪也透露,夫妻俩小时候家境清寒,一直以来都舍不得花钱出国,终于在老公33岁这年陪她飞越国境。 吴东燕也在脸书发表感言,表示本次的旅程是夫妻俩交往至今第一次出国,也是老婆送她的生日礼物。 她特别感谢白佳琪陪她完成到美国看NBA球赛的心愿,让她相当感动。 在本次旅程中更充满著无比的期待和喜乐,言语间满是对另一半的疼爱与感谢。 而在去年白佳琪曾发文称自己正陪同丈夫吴东燕在医院做结扎手术,引发网友热议。 据悉白佳琪在社交账号上感性发文,以前都是你陪我去生宝宝,今天换我来陪你绑蝴蝶结。 文墨还带上了结扎手术一切顺利的词条,希望老公吴东燕的结扎手术能够顺利。 同时白佳琪还晒出了夫妻俩在医院的自拍照,吴东燕穿着浅绿色的手术服,似乎是即将进入手术室。 不过夫妻俩对这个小手术并不太担心,看上去心情很不错。 其实早在之前白佳琪产后复出参加节目时就透露老公要做结扎手术。 白佳琪原本是节目医学大联盟的固定主持人,但因为有了孩子生育,她不得不在家中休养,由钟心灵暂时代替她主持。 产后首次复出时,代班主持人钟心灵表示希望白佳琪生第五胎,她愿意继续代班。 白佳琪听后连忙反驳,吴东燕已经绑了,不会生第五胎了啦。 当时白佳琪就表示老公吴东燕要结扎,直到四个月后才真正落实。 对于已经生下四胎并放化药丰度的白佳琪来说,吴东燕结扎也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做法。 嫁错人没关系,但你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,如果不走还不知道要忍耐几十年,离婚后过得好不好是看自己,不是在别人嘴里,不要因为别人三言两语就继续忍耐。 如果离婚后每天怨着前夫不思进取,个性也变得阴阳怪气,自然好不起来。 若是从此心情放松,上进自在,一直成长,让自己性格事业都更好,自然可以换命,过上另一种生活。 白佳琪就是一个例子,虽然她离婚后也曾低潮,但她遇见了对的人,帮助她修复自己。 21岁时她就嫁给了大自己15岁前夫,生下两个女儿,没想到结婚四年后,前夫就被判了婚姻。 但前段婚姻仍给了她很大影响,白佳琪透露和现任丈夫吴东彦刚认识时,她还未走出离婚阴影,当时她觉得自己没人爱了,没有人会喜欢她真实的一面,女儿也不愿她恋爱。 于是她一直没有接受吴东彦,再次讲起那段时光,她仍会落泪,她感谢表示丈夫在那过程中,陪她走过一段很难的路,所以才能打动她的芳心,让她接受了吴东彦。 但考验还没结束,交往后她仍然充满了不安全感,无法信任爱情,常常给吴东彦压力,甚至找借口分手。 常会对吴东彦说,交往后是不是跟你原本想的不一样,我是不是就跟你说过了,我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女生。 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她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,所以才会用这些情绪化的言语不自觉地考验对方的真心。 若对方接受了这样胡闹的自己,便会感到安心,觉得是被爱的表示,但往往因此才失去爱情。 这是许多内心有黑洞的人都会有的行为,每回只要一言不合她就提分手,有次吴东彦反常地接受了,她才知道对方的重要性,反思吴东彦陪了她那么久,那些阴影也不是她造成的,她却愿意陪她修复,没有人可以做得到,真的没有人,只有她。 这便是心理学上的气猫效应发挥了作用,若伴侣时常提分手又复合,你便答应她一次,她真实地感受到失去你的苦以后,下次便会谨慎些了,不是要教训她,而是要让她学会珍惜。 后来白家起嫁给小她五岁的吴东彦两人过得十分幸福,和前夫的家人互动也很好,每年小孩生日,过年,母亲节都是大家一起过,我们都是以爱孩子为前提,两边都是好好的相处,也不会尴尬,这代表她放下了。 一个人放下怨念后,生活便会完全不一样了,她的大度让女儿们可以同时拥有父母的爱,她也变得更正向了,对于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很感恩。 若从因果论的角度来看,当年和前夫的债还完了,所以对方背叛,让她可以离开那段不良关系,不久后又遇到了来报恩的吴东彦,帮她换个人生,重新得到幸福。 若用吸引力法则的角度来看,便是宇宙觉得前夫不适合她,所以让对方离开她的生命,因为她的心是善良的,又吸引来吴东彦,和她一起共度难关,帮助她变得更加正面,得到幸福。 看起来吴东彦应该是安全型依恋,这类恋人可以帮助充满不安全感的你,慢慢地回到常规,用正常的态度看待关系,建立安稳的内心秩序。 在之前白家启鱼也发行了新书让每个决定,成为最好的安排刚出版旧容灯畅销排行榜,随后白家启在金石塘板桥店举办首场新书签名会,新书中记载着白家启失婚,负债到翻转的辛苦人生。 讲到和姐姐叶家于当年一起度过难关的过程时,她更是忍不住当场泪崩。 白家启说人生最低潮的是2007年遇到金融风暴,投资的餐厅赔了600多万,加上婚姻失败,那时候只想到自己才24岁,负债600万要怎么还。 那时候被黑暗吞噬很绝望,一度想放弃人生,为了还债,白家启只要有工作就接,八点当拍了三天两夜都没睡觉,还要再去综艺节目录影。 就算要完成许多高难度动作,她都没跟任何一个工作说不,晚上还去唱婚礼场,最高纪录七天没碰到床,后来胆结时,内分泌,自律神经失调,身体也搞坏,四年多后终于还清债务。 她说,买奢侈品,旅游,吃好吃的,在我生活中是没有的。 姐姐叶家于当时知道她餐厅倒闭,解约掉投资型的保单帮忙还债,还要帮忙照顾家里,讲到这她类崩。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起拍富与子,空到我们去打营养针,在小房间内姐姐问我,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? 我问她如果给你选择不要照顾一家子人自己可以过得很好你愿意吗? 我 laide牛选择。 我的样子就在家里面 sem Berry